罕见有教练被弃成这样 猛龙队主帅怒喷裁判和联盟 直言想让胡人队赢就早点说 NBA常规赛 猛龙队在客场西拜胡人队 他们有四名首发球员砍下20家 且命中率至少达到55%人输球 而且第四节只得到2季罚球 与胡人队第四节的23季罚球差距明显 这让猛龙队主帅拉贾科维奇赛后 罕见暴怒到怒喷裁判和联盟 拉贾科维奇落座接受采访时便面露凶象 明显带着一股火气 他怒猿云正表示 这简直就是狗屎 这是裁判和联盟的耻辱 拉贾科维奇直言 球队第四节只有两季罚球 让他们怎么打球 他尊重胡人队的球星 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球星 巴恩斯多次攻框 没有假摔却只得到两季罚球 这完全没法理解 拉贾科维奇一边愤怒拍桌 一边怒喷联盟 如果想让胡人队赢球 就早点说 他们大不了不打 说完又继续拍桌 可见他对此是有多愤怒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